2022开年一条消息直冲热搜 再次沸腾了中国的社媒舆论圈 不过这次开年的第一位冲榜选手 还真不是偷税漏税约炮嫖娼的明星 而这一条可以说是跟所有人都息息相关的政策法规 根据央视网的新浪微博消息 2020年1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 这是中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 今后所有的家长父母必须依法带娃娃 带娃可能谁都会 可是家长依法而资 可能很多父母直接就发懵了 怎么孩子没带好难道还要进班房 对不起可能还真是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到底规定了啥 广大网友们对此有何感触呢 这部法规其实早在去年10月底就被表决通过 只不过实施日期被定为了2022年的第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共分为六章55条 分别从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和法律责任等方面 对未成年人监护人和社会对家庭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和规定 既然是一部关于家庭教育的法律 自然是对父母在家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从前管掉孩子那是关起门来的家事 可此法一出 这扇关起来的门算是彻底合不上了 小编快速浏览了下整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挑出了两项比较核心的规定 一是对于何为符合国家法律的家庭教育 二是如何合法合规的教育子女 我们先来看第一项 该法规定家庭教育应该符合五项要求 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 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遵循家庭教育特点 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 四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紧密结合 协调一致 五结合实际情况 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 这五项规定看似笼统 但其实把教育孩子中经常发生的 逼着孩子学习 周末排版课外班 随便翻看孩子日记等等行为 基本都明令禁止了 那接下来 我们看看具体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吧 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 为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务人实施家庭教育时 应当关注孩子生理心理智力的发展状况 要尊重其参与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合理运用以下方式方法 一 亲自养育 加强亲子陪伴 二 共同参与 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 三 相机而教 预教于日常生活之中 四 潜移默化 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五 言辞相继 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 六 尊重差异 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 七 平等交流 予以尊重 理解和鼓励 八 相互促进 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 九 其他有益于为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 不得不说 这九条方针还真是倒出了科学养滑的精髓 不过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恐怕对于当爹妈的来说就有点难度了 关于这部家庭教育促进法 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既有人竖起了大拇指 也有人发出了些许的担忧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大多数网友是表示赞同的 有人说这个法律来得很及时 现在有很多家长光养不骄 将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一味地扔给了学校社会 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确实 现在中国拥有教育法 义务教育法 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 保障了儿童未成年时期 接受小学初中高通教育的权利 但确实在家庭教育这个环节 也有所缺失 而这部法律就做了很好的补权 还有网友点赞到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国家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教育困境非常好 只是政策总会有矛盾的时候 这是家庭教育一个良好的开端 确实 每个政策的出台 既会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 自然也会让一些人不爽 关于这个法律 还真是有不少网友 感觉是道远且尖呀 有人说 先把996问题解决一下呗 不然哪有时间看玩 还有人说 一边鼓励三胎 一边出台法律为难父母 这简直是一天一个 促进更多不孕不育的手段呀 还有的讽刺道 带娃的标准要学欧美 但上班的时间又达不到欧美标准 做人好难呀 当然也有人把房价 这个万年难题又搬了出来 说一套房 已经把普通人快压得喘不过气了 这又多了个家庭教育促进法 一般家庭真的是很难两头顾全呀 说起这部法律的出台 有一类人群 那简直就是站在一旁看笑话 那就是单身狗大军 他们纷纷表示 只要我保持单身 这些都跟我无关 想想快40岁的我 依然洁身自好 真是 不婚不育 比啥都安全 还有些人说 村干部天天追着给我介绍对象 说是为了完成任务 为了避免这种霸凌行为 他决定先下手为墙 直接去医院 结扎绝育 中国呢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 确实有很多法律有待完善 其实在欧美国家 的确有诸多全方位保护孩子的法律法规 不过相对应的 也会给予家长更多的资源与协助 所以中国如果想要高这样的践行 这部家庭教育促进法 恐怕未来还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 来协助这些身上 背着几座大山的家长 观众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